我不想过的 我觉得我还是死了算了 他们就在跟你讲 是不是这样杀的 你坐在哪个位置 用的是什么工具 为什么要咬死了 是不是晓得扛不牢的 不吃不喝不睡 那么又全打脚尽了小意思了 司法人员明知是错案 但还是怕了几个人死刑 二审改判死缓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15年后真凶出现了 这下尴尬了 2013年5月21号 浙江高院启动了再审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 法治日报记者做的庭审记录 审判长问 陈建阳 你对梁奇抢劫杀人案 有什么意义 陈建阳回答 有意义都不是我们干的 陈建阳的辩护人 中国林问 那你过去为什么承认 是你作案的 陈建阳回答 我被打得实在受不了 昏昏沉沉 只好按照要求 被迫承认是我干的 陈建阳说 你们可以去调查 如果有人见过我开车 或者坐过我开的车 那么这个是我认都可以 陈建阳说 最后谁也没去查 警察 检察院 法院 就这样认定了他会开车 其实我觉得 如果当初警察能给他办个驾照 那就完美了 不然你还得给他加一条危险驾驶罪 田伟东是五名原审被告人中 唯一领口供 且从头到尾未认罪的人 田伟东被带上法庭后 他的辩护人辛本峰 史军慧问他 本案只有你一人始终不认罪 这是为什么 田伟东回答 我从来没杀过人 为什么要承认 其实辩护律师这话的意思是 难道他们没打你吗 田伟东说 1995年11月28日 他被带到萧山城乡派出所后 便开始遭受刑讯逼供 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 他被咬断舌尖吞了下去 后被送往医院 缝了五针 从医院回来后继续挨打 被打得实在无法忍受 他把舌头上的线拉掉 满口鲜血 侦察人员这才停止了审讯 按照公诉人的要求 田伟东当众张开嘴巴展示后说 你看我的舌尖是平的 现在吃饭喝水 稍不小心东西都会从嘴里露出来 田伟东出事前 自己开了一家小饭馆 生意做的还算不错 这五个人也不全认识 他说在里面的遭遇 不是正常人能想象出来的 不过我倒是能想象出来 因为以前看过的一些电影里 经常看到国民党特务 审讯地下党的镜头 估计应该就是那样了 听了小伙子的话 我不由地为他伸出了大拇指 我一直以为打死也不说 只是个传说 现在看来还真的有 这要是出生在那个年代 那审讯他的就应该是国民党特务 那他就是一个妥妥的英雄 这不由地让我想起了黄极光 董存瑞 邱少尹 你也有什么这么说 穿小伙子